劳动力发展署陶竹苗分署邀请科管局陶竹苗重点厂商以及学校代表 共同签署了连结重点产业用人需求与青年就业计划合作备忘录 请产官学代表进行签署 好先签下第一 加强连结我们辖区的分属与我们产业的工协会这样子的力量 来透过刚刚了解的部分就是了解我们重点产业的现况及用人需求外呢 能够开发出重点产业的优质的职缺 并针对优质职缺里面的关键的职能来开办相关训练来提升青年的就业能力 这一次的签署也跟陶竹苗分署辖区的县市工业会合作 让青年学子在就业之前能够了解重点产业的需求 提升青年投入重点产业就业 在这个就业以前 我们希望给他们增加他们在职钱的一个训练 那么好让他们将来毕业以后能够很顺利的 能够到达他们希望的那些重点产业的一个厂商去工作 而且刚刚我们也听到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学子那么将来这个青年那么出去以后 从学校出去以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环境 能够安心的就业 对他们的心理这社会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劳动部已经在112年5月启动投资青年就业方案第二期 整合教育部等11个部会的资源 提出定方向增人才促就业 增好心转正值五大目标 预计四年投入约160亿元投资加值青年未来 记者万事联采访报道